第264集 新的身份 清晰面色沉了下來 你不要亂叫 我才不是你們王妃 按理來說 現在煙絲雨才是未來的神王妃 這件事一直是清晰心裡的一個裂 雖然她不介意 獻完雨也不把煙絲雨當回事 但這件事總是令到她心裡極為之不舒服 王妃 王爺交代了 我神王府裡只有你一位王妃 而且王爺說了 全府上上下下都要尊稱你為王妃 王爺還故意把神王府的帳簿交由王妃來掌管 你…你是說 天元雨把帳本交給我來管? 清晰以為管家在跟她說笑 王妃 王爺交代過了 帳簿交給你來管? 這件事是這樣的 在清晰睡覺之後 天元雨就起床出去了 她還有一些事要處理 臨走的時候 交代了管家一些事 因為清晰喜歡錢 所以她就決定 等清晰掌管王府帳簿了 清晰收到身後的人 手裡都抱著一些藍色封面的寶 她走過去 隨意地拿起一本來看 單單只是第一頁的數目 清晰就誤了 在古代這麼久了 清晰對於古代的貨幣 也都是有了些了解的 她本來以為 牽原雨只是一個令人敬畏的殺神 但是 沒想到牽原雨的名下 有這麼多大大小小的產業 分佈在每一個國家裏面 只是一個月的進帳 就足以養生一支規模龐大的軍隊 何況這麼多年來 這些產業越造越大 但是收益也越來越可觀 在清晰看來 牽原雨就是古代的豪門 她夠膽說 牽原雨絕對沒有她那麼有錢 清晰試探性地問 帳簿歸我管之後 那是否就是說 神皇府的錢 我可以隨意動用 當然了,王妃 王爺說過的 只要你需要多少錢 都可以拿 這樣啊 將這些東西 全部放在清方縣吧 由於竹家縣是禁地 他們進不了 這樣就放在清方縣就可以了 反正清晰也曾經在那裡住過 以後在那裡管著她的錢 都是一件美事來 清姨和子姨兩個人 受到王爺的命令 一直在外面處理事務 而對於神皇府裡發生的事 一概不知 當他們回來的時候 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議論 新皇妃的事 紫姨皺了眉頭 她好像聽到一些很不得了的字眼 她隨意地拉著個人 我問你 新皇妃是什麼回事? 和我如實回答 清姨也有點緊張 難道煙絲雨架了進來? 那個人圍爛地轉回頭 看到一邊 剛好走過來的千元宇 千元宇擺了手 她就離開了 你們 無必要保護王妃的安全 不可以抬慢 還有 王妃的命令 不可以違抗 千元宇交代了兩句 就向著清風縣的方向過去了 對線聽說 清姨在清風縣裡看帳簿 她倒是想去看一看 清姨這一陣子 一直悶在王府裡不出門 因為清姨實在太過忙了 王府這麼多年 積壓下來的帳簿不少 而清姨要一本一本地看下 從中學懂一些王府管帳 記帳的方法技巧 就在她悶到極的時候 身後忽然間出現了一個人 還未等到清姨轉轉頭 就感覺自己被揽入了一個懷抱 就想到了 頭殼被那個人的下巴輕輕地壓住 看成怎樣了 來的人正是牽原雨 最近以來 清姨一直在看帳簿 學習著 都沒什麼機會跟她見面 為了這個帳簿 清姨幾乎 整天的食呀住呀 都是蹲在清風縣裡 也都不回竹溪縣 按照她的說話來說 竹溪縣就太過偏遠了 而且不理於她工作 所以她就索性在清風縣住落了 嗯…還可以了 基本上都看得差不多了 你放心吧 有我在這裡 你的錢一定有保障的 我的就是你的 清姨笑了一笑 沒有說聲 臉卻紅了起來了 他們現在的姿勢 是不是太過於曖昧呢 萬一被人撞到呀 就在清姨有點不安的時候 清姨很不識趣地走進來 聽說自己的王爺在清風縣 她就這樣就走進來了 清姨剛剛想出聲 她又猛然間看到一幅不同的畫面 她甚至還以為自己看錯了 不是吧 她居然看到自己的王爺 她還以為她抱著清姨姑娘 清姨進來的動靜 打擾了寧靜祥和的兩個人 清姨尷尷尬地爭脫開 千元宇的懷抱 而千元宇的面色 趙然間黑了起來 這時候的清姨 真的想兜八星自己 她為什麼就這麼沒記性呢 有事你就說吧 清姨感覺現在的場面有點尷尬 就先打破了這樣的局面 啊,是呀,王妃 清姨的那聲王妃 叫清姨有點害羞了 但是牽原語 她是滿意地吞了頭 清姨算是鬆一口氣了 這樣一來 就算王爺要處罰自己 也會看在清姨姑娘的面上 放了自己 清姨跟著又說了 王爺,根據可靠消息 今天南越國王向宮裏面那位宣戰 清姨是一得到這個消息 就馬上過來品報牽原語 沒什麼比有關於國事的消息更加重要的了 南越國? 清姨對於南越國的印象並不是很好 上次見過一面 那時候清姨還是一隻狐狸 沒有太多地關注到南越國王 而清姨對南越國的了解 只是知道那個是一個擅長用毒 用古的國家 如果真是大動乾歌 恐怕神歌還真是沒那麼容易取勝 王妃儘管放心 王爺和南越國王的交情不淺 南越國王曾經救過我們 清姨是心直口快 還未來一次考慮的話就這樣就說出來了 清姨 清姨冷冷地訓斥著清姨 這時候清姨才知道自己闖禍 自家的王爺不想等王妃知道自己曾經受過重傷 還被南越國王救過 救過什麼? 雖然清姨打斷了清姨的話 但是清姨就記住了幾個關鍵字 而且對後面會出現的答案是充滿了好奇的 沒有…沒有什麼 清姨倒下頭走了一個禮 然後趕快走人了 在清姨離開了之後 清姨對於剛才清姨所說的事更加好奇 她很想問謙元宇到底發生了什麼 但是說話到嘴邊竟然就變成了 你說神國和南越國會不會打起來? 那麼要看一下南越國王到底要什麼 而宮裡面那位會不會比 她又應該是怎麼做 謙元宇並沒有正面回答 而是給了清姨一個無靈兩可的答案 神皇府不參與這件事的紛爭 自然就沒有他們什麼事了 只是這件事一出來 她是急壞了謙元宇 知道這件事的人不多 是她在單獨和南越國王會面的時候 南越國王親口跟她說的 因為沒有妥善的安排 謙元宇的兵力已經大不如前了 而且這件事她的皇叔 好像是打算置之道外 不想插手這件事 聖上莫格 你且告訴屬下 這個南越國王到底是向你提出什麼要求呢? 白霧月曾經回過一次東角 也就是遇到清姨那次 現在她就回來了 而且她知道清姨已經平安地回到神皇府 南越國王要的是元宵 天元宇的臉色不好看 甚至有點仇悶 因為這件事濕在她心裡已經很久了 元宵是不是南越國的智寶? 是啊 但是當年作為兩國之間的信物 那個元宵早就已經是屬於神國的物品了 天元宇在太和宮裡度來度去 而白霧月她是由為之冷靜 這件事就最簡單 如果天元宵把元宵歸還 這件事就這樣就解決到了 但是現在看她的態度 並不想把元宵交出去 只不過現在以她的兵力 根本就沒辦法抵擋南越國的大軍 南越國雖然屬於一個用毒用鼓的國家 但是軍隊的實力 絲毫都不給其他國家差 而且南越國的能力 阻於毒和鼓 這樣就給了她們偷襲別人的機會 可以不戰而勝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記得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 主播等著跟你互動 第265集 再遇 聖相 用屬下說一句忠言 但是屬下擔心被你斬了頭 白霧月在說之前 想幫自己求一張免死金牌 你儘管說 朕署你無罪 聖相 為何不將南越國的聖物還回去 天元雲看起來好像有些生氣 冷冷地滾著白霧月 此事莫要再提 朕做出來的決定 是沒那麼容易就可以改變的 聖上 忠言亦以理於行 這句話請你無必要聽下的 白霧月就想不明白了 為何天元雲會對南越國的事情感興趣呢 但是如果這樣下去的話 恐怕神國和南越國之間 將會有一場惡戰 摄政王是至身時外 剩下的也就是他才可以帶下兵 但是在南越國手裡 他們的勝算實在太小了 上一次南越國王來神國的時候 神國對於南越國內憂外患的局面 不願意施以援手 好 現在南越國王的一句話 就將神國的聖上 天元雲嚇擠了 指怎樣都是包不住火的 這件事很快就流傳了出去 民間開始對這件事大肆議論了 大家都呼籲 天元雲將元宵交出來 這樣就可以避免一場戰爭了 但是天元雲偏偏就不敢做 反而頂著輿論的壓力 硬要將元宵留下 在南越國王來到神國一段時間之後 他打算設宴 招待一下寧元和摄政王 上一次也是多得他們 他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元宵 這一次的設宴 是在南越國王上一次居住的府帝裏 而且南越國王也緊緊邀請了他們兩位 不是自己家 寧元再一次見到南越國王的時候 是在他受到了南越國王的邀請書之後 都還沒等到日期的到來 寧元都已經按不住了 他決定先去拜訪一下南越國王 他的手輕輕地扣了一下府帝的門 誰 南越國王府帝的看門人 是一個神國的人 在他打開門的時候 看到的竟然是他熟悉的寧將軍 他就感覺有點意外 他公公敬敬地和寧元行了個禮 寧將軍 不知道前來所謂何事 本將軍 是為南越國王而來 就說是本將軍求見 將軍請進去 那個人並沒有為難寧元 反而直接就叫寧元進去 其實南越國王早就交代過了 他曾經說如果寧元來拜訪 那就直接請他進來 寧元先去南越國王住的院 但是在伴老就被國醫攔下來了 國醫告訴他 這時候南越國王正在皇宮裡 跟當今聖上討論著元宵的事 說到這裡 寧元就有點不明白了 這個南越國王 湖魯裡面賣的到底是什麼藥 他有些看不明白南越國王的意圖 元宵不是正在他手裡嗎 他今次又來討要 難道是另有目的 寧元沒辦法了 只好先回去 見不到南越國王 寧元說他得頭得腦 而在寧元走了之後 南越國王從一間屋裡走出來 國醫就很不理解 寧長頭 哎呀 國王你為什麼不見他呢 國醫早就看出來 國王對寧元的心思 只是國王身上肩負的使命太大了 不要將這樣的事 作為一個國家的賭注 所以國醫一直在勸著南越國王 勸他三思而後行 但是對於兩個人私底下的見面 國醫一般都不會反對 也都不會阻攔 不過今天南越國王的態度 令到國醫就很不理解了 見了又怎樣 你不是說我身上肩負使命嗎 其實南越國王 只不過是在這裡和國醫鬥氣而已 約定的時間很快就到了 為了這一日 南越國王做了精心的準備 雖然這個是他們私底下的事 但是一想到 即將可以名正言順地見到寧元 南越國王就抑制不住自己內心的歡喜 這一點巨大變化 國醫是看在眼裡的 不過他一句話都沒有說 這一次出來就不能太久 南越國才剛剛從動蕩之中恢復過來 所以他們是必須盡快趕回去的 這一日 天元宇也都將青稀帶了過來 看了很多日帳簿的青稀 紛紛沉沉的 整個腦裡面都是各種各樣的數字 令到他感覺有點頭赤 在宴席之間 也只有南越國王 國醫、青稀、寧元和天元宇 一共五個人 天元宇雖然不知道 今次邀請南越國王究竟是什麼意思 但是他也不想亂入這一類的事之中 欸? 天元宇 算我說呢 寧元好像對南越國王有些意思 青稀從入黎入座開始 已經是無數次地向南越國王看過去 你說得沒錯 你說這個南越國王 不會真的想跳起戰爭是嗎? 南越國王做事都還是有些分寸的 他不會盲目地去挑起戰爭 這樣做恐怕還有他自己的道理 這一頓飯吃得有點尷尬 恐怕還是在於寧元和南越國王兩個人之間的事 這個令到他們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尷尬 而且又很微妙 兩個人用眼神交流 而天元宇和青稀兩個人也是在一起 一直在自知沾沾的事 宴席結束了 天元宇帶著青稀就走了 而寧元在剛剛的宴席上 感覺到了南越國王的冷幕 他就知道自己這樣就不可能了 有點灰心喪氣了 整個人很消沉的樣子 國醫就實在看不下去了 出來說了一句 國王呀 你這樣豈不是在這裡和他自相殘殺? 他的的確確是想勸南越國王的 但是現在這樣的樣子 卻又不是國醫心裡想要的 自相殘殺? 國醫這個詞用得很精彩 國王 屬下只是為你好 從南越國王繼位的那一日起 國醫就一直陪在南越國王身邊 而且處處都會幫他著想 那一次宴席結束之後 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面 寧元一直處在一種 分不好吃不好的狀態 清晰已經很久沒見到寧元的了 我想而知 寧元現在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狀態? 畢竟他是神國的將軍 也是謙元宇身邊的兄弟 寧元這樣啊? 令到清晰的心裡多多少少有些不舒服了 不過清晰好幾次登門拜訪都被寧元拒絕了 有一天 天元宇和清晰兩個人在清風院裡享用晚餐 吃東西的時候 清晰就問了一句 天元宇啊 你說寧元他會不會想不開的? 天元宇拎了頭 這個說不定 因為這樣的事 他也是頭一次撞到的 你說 萬一一個寫了怎麼辦? 清晰就腦洞大開了 腦洞裡面開始猛地想 寧元那些好的不好的各種結局 全部都想了一次 寧元這麼大個人 不會有事的 我就不是這樣認為了 我覺得寧元太不主動了 自己喜歡的 當然要去追 吃菜啦 天元宇沒有再接清晰的說話 跟他夾了一筷子青菜 清晰在神皇府裡面 幾乎都是在清風院裡看帳簿 現在他就可以上手了 對於皇府的每一筆帳 記得清清楚楚地盡職盡責的 外界是每一日都在變化著 而天元宇每一日都會有更多的憂慮 南越國王的決定一日沒有取消 亦正說明了神國的危險還未可以解除 一無不拔的鐵公雞 天元宇妄想著色視靈人 卻是沒有拿出一些誠意出來 一轉眼 又到了南越國王要離開了 寧元事先收到這個消息 然後早早地 就在他們必經的崖口等待著他們路過 盼聖聖盼月光般 總算將南越國王盼出來了 他們的速度不是很快 所以寧元在原地等了半天 辛辛苦苦地等待 終於是等到了自己要等的那個人了 博伊一看到寧元 這樣就好識做地帶著自己的人離開了 只是剩下南越國王和寧元兩個人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記得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 主播等著跟你互動 Bring Br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